休息時間就好 或者是白髒腿蜜 那現在狀況怎麼樣? 現在στεapot 什麼樣? 麻煩了算什麼 現在結束了算少量 80歲,生生活了 我記憶力也不好,我73歲 我記憶力也不說這樣 但是還是可以啦 我都這樣經常 好,睡不好,睡不好 他記憶一直退話,他什麼都不會 睡不著睡不好 睡不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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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不著睡不著睡不著睡 好,你可以說喝 hemos возмeth Supply 一起走 可以消除疲劳 喔 消除疲劳 不要捏捏 你是哪裡人? 我是台北人 那馬來西亞還是什麼? 我也跟團去馬來西亞 你是馬來西亞買的 可以消除疲劳 對 好 漂亮 好可愛 謝謝 謝謝 好啦 出發了 還有環境的 有一個法師 有環境 我知道 請他來講一下 在馬來西亞好多環境的 那一個 都有問題 那一個 那一個 你說哪一個? 因為他跟著他二十年之前 然後他最近 拜了他們去 老環境法師叫他們 他們都是在一起的 有四個法師去拜 然後現在人 他說他卡陰 他一時都沒有機會 跟師尊報告 他一直都沒有機會跟師尊報告 我用水桶來這邊 都在不講話 然後 想過 然後 想過 那人感冒嗎 是不是 七看中 一夕都沒有用 下午三點以後會發燒 下午3點就發燒 那平日早上就好 這勞力充沛啦 都會做什麼什麼的 他是以前有護持叉叉那邊的 我知道啦 你跟叉叉多少年 沒有啦 以前我的家很大 我都會讓他們法師 沒地方出來我們家住啦 供養他們 我沒有跟過他 跟他很少 我會給他們住 讓他們 讓我們家吃飯 住啊 只要我來台灣 就供養他們 你別是哪裡人 台灣人 台灣人 他們都住你家 他們來台灣 每地方住就住我家 我就供養他們吃住啊 哪個他們 就是叉叉那邊的法師啊 喔 這樣也會種啦 這樣也會種啊 然後正好今天這次我們去拜餐的那個法師 四個人裡面有一個 你也去參加他的法會嗎 沒有沒有 我說這次我們有去秉公堂拜餐嘛 然後四個法師裡面有一個法師跟老年紀好像有來往 然後 然後他身長好像有就是 一拜完就生病了 連晚也生病了 他那個 你家都是讓誰住 哪一個法師住 連梨 連梨一個水梨一個梨 然後還有連丹 連丹 還有 連丹 還有誰啊 連丹住了差不多快半年 那一定中的啦 然後他之前還有 一等下連丹 連丹我怎樣 然後我們跟上司一起拜啊 就拜完就這個 上司說我看到那邊有個如意寶珠 我有問 剛剛有問過上司 如果生病我剛剛有問過 丹公堂有一尊 如意寶珠 觀音是以前 叉叉那邊的造型 然後我 我就 我就跟他們講 那一尊是從哪裡起來 他說已經很久是起 然後我就 練齊請文 然後拔歸 說這一尊是不是叉叉開光了 然後 是不是有血靈在上面 也會 也會 會衝到這邊來 比較常痛 然後背這邊也會痛 然後上次幫那個網區寫文章也是 只要一寫文 上次就是牙齒痛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跟他們那個慈禪會接近 好 情況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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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被鬼干擾 那醫生也治不好啊 我從醫師都看了 醫生都治不好 而且痛起來會痛到心臟 那會有龍象火再燒 你到南方的 南方那裡去送炸 南方的土地公那裡去送炸 好 好 住家南方的土地公去送炸 我現在台灣雷仗寺當場掛 對啊 那就在 台灣雷仗寺的南方去送炸 對 台灣雷仗寺的南方 去送一下炸 我再給你加持 好 好 你剛剛說有一個法師 還有一個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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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一位 蓮瓦 蓮瓦 我又叫他過來 他還沒過來 他先後來就跟著我 蓮瓦也爭過XX嗎 沒有 沒有啦 他睡醒才好 什麼事 嗯 找到了 好 他身上有跌出來兩支 跌出來兩支,你還是去那個南華那裡把煞送掉 啊,平時都修一點那個民衣收煞 好,謝謝師傅 有跑掉兩支啦 好,師傅那要怎麼送煞就知道嗎 我再問你,他不曉得怎麼送煞 他不曉得怎麼送煞 我告訴你,燒煎煞就好了 送煞就是南方的土地公那邊去跟土地公講一下 點香在這個午後,廚日的午後,酸廚日的午後 去點香跟土地公講 然後說要送煞 然後點香,然後祭拜完了再燒一點金 這樣子就是送煞 然後回來的時候用米衣收煞 這樣就會好,OK 那兩隻,那兩隻 那兩隻都消失了 那兩隻都消失在地板上面 那個牙齒喔,水器都沾了 水很大,水器都沾了 有兩個角 有斬兩個角 所以我們看到了剛剛這位連眼法師呢 雖然已經離開叉叉了 但是他們因為之前有供養他們那邊的法師居住 所以呢,他剛剛給石正看了以後 石正說他受到感染的情況非常嚴重 那我們剛剛也看到這個法師非常可憐 他每天都睡不好 他每天都睡不好 然後呢,喉嚨在燒 我不堪言 那石正剛剛也教了這個 去南方土地公這邊收煞的方法 廚日收煞 午後收煞 麻煩我們 立坐 你去 記得 有的 所以剛剛 刚刚师尊给这位连眼法师拍背的时候 大家有看到 师尊用了很大的力气 然后呢 拍出了师尊讲的是两个青面獠牙的鬼 这个鬼呢 头上有脚 还有牙齿 那都消失在地上 被师尊打 就在地上消失了 所以呢 我们真的再一次的 呼吁大家 不要小看这样子的干扰 你们要把握来参加法会 有机会的话呢 能够请师尊来帮大家环境 好 谢谢大家